今天BBC的第三次頭條 今天BBC的第三次頭條講到了一個新的科技發明 可能會改變大家坐飛機的習慣 像現在不是超過100毫升的液體都不能吸 要不然就要倒掉嗎? 那這樣的話是很不方便 那現在在英國倫敦的西蘇的機場 正在測試一個新的X光 那個X光的掃描呢 它可以直接辨識出液體 如果你是有帶炸彈型的液體的話 它就看得出來 所以之後呢 可能你就不用再倒掉這些議題 也不用把議題從包包拿出來檢查了 那來聽今天的BBC的音檔吧 President Trump is considering withdrawing the security clearances of six former US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he president is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to remove security clearance because they politicize and in some cases monetize their public service and security clearances We'll have the details from Washington Also on the newsroom The Kenyan authorities have demolished part of a slum to make way for a road Leaving 30,000 people homeless Could new airport scanners mean an end to restrictions on liquids in passengers hand luggage? Instead of removing this stuff and getting it all scanned separately You just put your bag through this check It will be able to register any traces of anything that looks suspicious And later It tastes phenomenal It's dry It's savory It just has this sort of nutty aftertaste which people seem to love The Canadian brewer making beer from cannabis OK OK 我們來看第一個頭條 總統川普正在思考說 那思考後面 Consider後面都加ING 所以正在思考這樣 Wisdrawing 就是去撤銷 撤銷呢 Security Clearance 就是 這就是重要名字 就是說它有安全許可證 就你持有這個安全許可證 就可以進入我些管制的區域 然後 撤銷六個 前任的美國的情報部門 還有 Law Enforcement Enforcement 就是加強 法律加強的官員們 那就是什麼 就是執法部門 就要撤銷六個 執法部門跟情報部的 這六個人 前任的六個人的 那些安全許可證 讓他們不能再進入一些管制區 那總統呢 正在exploring 就是正在探索這個mechanism 就是 機制呢 去 移除 他們的這個安全許可證 因為呢 他們已經 就是這些 這六個已經怎樣 已經是政治化 就是這個人已經犯證之後 他已經變成政治人物了 他已經不再是公務員 他已經沒有 他已經沒有一個 就是中立的立場了 然後呢 在Cases 在有一些不同的Case裡面呢 Monetize 就是他們已經開始 使他們的這個權力獲利化了 他們的Public Service Public Service 就是公務員的 公務體制就對了 他們已經讓他們的公務體制 變成獲利化 就是他們利用他們的職權 來賺錢 然後他們也利用他們的安全許可證 來賺錢 就是他可以進入管制區域 所以他利用這個方便來賺錢 所以我們將會有這個細節呢 從華盛頓來的細節 第二個頭條呢 同樣在新聞裡面呢 這個肯亞的官方呢 已經Demolished 就是這是現在完成式 已經拆除了拆毀了 Part of 就是一部分的slum 就是貧民窟 拆除一部分貧民窟 去怎樣呢 去Make way 就是做一條路 就是做一條路 給一條路 這什麼意思 Make way就是 Make way就是幫他開一條路出去 讓他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Leaving就是 遺留下來 遺留下了三萬個 people homeless 就是造成三萬個就是 無家可歸的人 第三個頭條呢 是否呢 這個新的機場的scanner 就是掃描器呢 min就是代表 代表說一個 and一個結束 什麼的 對什麼來來說是個結束呢 restriction就是限制 on liquids 就是限制在什麼上面的一個限制 在議題的限制 然後在哪裡的議題呢 在passengers 就是乘客的hand 手上的luggage 手提行李 這個新的那個掃描器 是不是代表 就是 這是一個 在乘客手提行李裡面 議題管制的限制的一個結束呢 這是這句話的意思 我們不但沒有要remove 不但沒有要移除這個東西 然後呢 它呢 全部全部的被掃描 separately 各個的被掃描 你只要放你的包包 然後穿過這個檢查 它將會有這個能力 be able 有這個能力去register 就是註冊 任何的traces 就是任何的痕跡 of anything 什麼樣的痕跡 任何事情 什麼樣事情來解釋 look suspicious 就是看起來可疑的任何事情 它都有辦法註冊有一個痕跡 就是說它就有辦法在 電腦裡面列出一個list 然後說 欸這幾個物品是有 就是有風險的 是很可疑 它就把它標記出來 所以就不需要你一個一個 把它從袋子拿出來 再個別的去檢查了 好再來是今天的最後一個 第四個頭條 It is phenomenal 就是就是 哇好有現象 就是說這是非常棒的意思 然後呢它是乾的 它是savory savory就是描述食物的話 就是說 不管它是辣的 鹹的 或是什麼 它都有一個很香的氣味 然後它整個唱起來是美味的意思 所以就是它是美味的 然後 它就是呢 擁有this sort of 就是這種類型的nutty 就是 堅果口味的 after taste after這兩個字組成的 after就是之後 taste 就是 口味 之後的口味是什麼 就是 你的那個後勁 後勁的味道就是有一個 堅果的味道 然後這個後勁呢 會讓 人們 看起來好像是很愛它的 那這個Canadian 這個 加拿大的 就是釀酒商 這個加拿大釀酒商 製造啤酒 從Canadian 從大麻石到啤酒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大家下次見